如果我今天想要把決定法換一下 那今天我們做的 其實這個有點像複習前一日上課的 第一個就是鎖定的公式 第二個是Column跟Raw的公式 第三個就是VBA 那就把VBA 當然你可以把決定法改成三字經好了 或者是改成固定字處的一個文獻資料 然後如果今天我希望有規律的放那些資料 那我應該怎麼做 最後這一題我們把Ending掉了 所以這一題最後就是 我寫了一個VBA然後把它輸入 當然需要做清除 所以我今天最後是希望說能夠再加一個按鈕清除 清除的話很簡單你打個sub 加一個叫清除 清除Enter就可以了 因為 記得空白這個空格然後清除Enter 它會自己加後面的東西 後刮弧 刮弧跟EnterSub 那再來你如果要清除很簡單 你就用一個物件叫Range Sales是指哪個儲存格 Range的話是指哪個範圍 那範圍我要清哪個範圍 B2到J10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我要把 B2到 到的話就冒號 J10 在這個範圍幫我清掉 清掉你這種寫法 我自己比較習慣是等於空字串就好了 這個空字串就清除的意思 就把這個空字串丟到這個範圍 那實際上就是清除 所以清除的話寫完就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九成法表 清除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那當然你說老師 如果跟TrackB比 比較之下的話 有什麼差別 當然也可以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 TrackB寫的程式 一定會相對比較融長 因為它好像有一些 第一個 它上面會宣告很多變數 那跟各位講 VBA裡面的宣告變數 是可有可無 也就是說你可以宣告 你也可以不宣告 跟你們有沒有印象 這個 我們那個前面有用過 TrackB比幫我們產生的程式 那你會發現這邊 它產生的程式 它這個光 它其實 理論上也是 這個什麼 就是 For I 它其實是名稱不同而已 你會把1到9 只是說把這個 Row number 這個變數名稱 改成I 這個Column number 改成J 那其實都一樣 有沒有 然後 這個有加顏色 另外它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初始值 這個初始值 好像不加 這個不加 上面這個才是 這個是加顏色 這個不加顏色 所以其實理論上架構都差不多 你們如果假設把變數修改過 那其實結果應該都 差異不大 有沒有 大概跑來跑 大概就是差不多的架構 那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加上一個清除 然後如果 要讓它更完整的話 那請你把這個兩個 Sub加上兩個 按鈕 把它加上按鈕的話 記得就是這邊插入一個 一個那個按鈕 在開發人員下方有個插入 然後這邊有個表單控制下 按鈕按一下 那再向右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然後把這個名稱 指向 剛剛我們寫的兩個 Sub 就是九十三碼表 一個是清除 那這個聚集其實指的就是Sub OK 所以你這個Sub 他問你說你要指哪個Sub 就九十八表 就是聚集 名稱 雖然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像 Sub其實中文的意思 就是聚集 聚集的英文的名稱就是Sub OK 按確定 然後再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 九九成發表 那一樣呢 再增加一個清除 那我的習慣是會把這個按鈕 按右鍵複製 再貼到底下 那 他的好處是按鈕會一樣大 你就不用重新 再拉一個啦 不然的話你自己要調整大小 那我貼上之後再重新指定他 叫做清除 然後並且把名稱 改成叫做清除 這樣子基本上就OK了 所以今天這個 就要複習 大概就是 把它做出類似這樣的效果 那其實我是希望說最好啦 將來甚至還可以幫他畫個框線 然後畫一個什麼 其他的啊 不過這個衍生的部分 請就請各位自己有時間再做做看吧 那最後就是有兩個按鈕 所以記得喔 你最後存檔的話 請你就把它另存新檔的時候瀏覽 然後呢這個地方一定要 把它存成啟用聚集的活頁部 不然的話你如果假設存錯 你常有同一存錯檔喔 交來東西 就不能跑 為什麼 因為它存什麼 它存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活頁部 那交給我的東西 我想說 有按鈕 它按下去都不會跑 為什麼 因為 它沒有啟用聚集 所以聚集都到哪邊去了 都被刪掉了 OK 所以如果你交來 直接是錯誤的檔案格式 跟各位講 你那個作為就沒有分數了 因為我看好多人都存錯檔 你自己看一下啦 我就不 特別指定 你只要看到你的副檔名喔 有沒有 不是啟用聚集活躍 啟用聚集活躍部的副檔名 應該是 我看這邊有沒有辦法改那個 這個這個 副檔名的話 你可以把 我看這邊 這邊可不可以 修改 我把它 這個 這邊 資料夾上面檢視有沒有 它這邊不是有個副檔名 你副檔名我把它打勾好了 這樣才會出現 你們自己在交作業的時候 請各位務必 就是 看一下是不是這個啦 這個時候副檔名出現 如果你的副檔名 假如不是 XLSM的話 那表示你交跟沒交 有啦 表示你有交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表示你有交 但是問題 我要給你怎麼樣的分數 一定就是不及格的分數 所以 特別注意喔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如果你的 檔案格是不正確 你這個 成績就是 不OK的喔 這件事情 跟各位講一樣 因為我 我上面看到好幾個同學 就是存錯檔 OK 所以你們自己檢查一下 你的副檔 那副檔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從資料夾上方 這邊有一個什麼 檢視有沒有 副檔名 這個我建議是把它打勾一下 這樣你就比較不會看不出來 如果你有打勾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跳出 這個 這個副檔名 另外的話你把它存檔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名稱我要存在桌面上面好的 桌面 然後 名稱的話也許 一樣是九九成法表 複習 OK好這樣喔 然後存檔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將來當然你打開的話 應該會要你啟用內容 我看一下 那這個檔案 有沒有發現 另外呢 你順便再檢查細節 有沒有副檔名出現了 OK 這應該不會看不出來吧 另外的話呢 這個 它的圖示有沒有發現 它會多一個驚嘆號 所以假設你這個圖示上面沒有驚嘆號的話 那你就要知道說你存的格式 就是 就是失敗的啦 OK 所以 可能要 請大家特別特別的 小心 OK 好啦 所以這一題大概就是 簡單複習一下 下一次打開的時候 應該會有個啟用內容 有沒有 你一定要按喔 不然你沒按的話 按下去 它會出現無法執行 有沒有 這樣也沒辦法清 所以如果假設 因為我常打開 其實有時候我看你存檔格式錯了 那表示你應該就一定也不用再試了 一定是失敗了 一定完全就不會跑了 這樣應該就OK了 再跑應該沒問題 所以至少你要能夠 大概有些細節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它做個變化 所以這個變化我想說 乾脆拿一些其他資料來換一下 如果我的需求大概是這樣 三字晶好了 那我希望把三字晶先放在 我的J1的儲存格裡面 全部 那 再來就是把它切割 那切割的原則是 它的這個切割是 三個 因為三字晶嘛 原則上三個三個字 OK 所以原則上我希望 每三個字 放一個儲存格 然後呢 讓它可以怎麼樣 放八個欄位好了 所以 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到 H 就換下 一個 A欄 OK 所以八欄 那你說老師 那我不想要八欄 我要四欄 也可以啊 所以喔 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 愛怎麼放 就怎麼放 你才有辦法做你要做的處理的那樣的一個 動作 不然的話 我跟你講 連分都分不開 那你怎麼查 你怎麼做一些 比如說 算一下它裡面哪 比如說這個文章裡面 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次數最多 幫我排前十名 哪一個字頻有沒有 我知道字頻不是磁頻喔 哪一個字出現的 頻率最高 那怎麼辦 有沒有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真的能夠來 做一些我們想做的事情 不然的話後面 應該都沒有辦法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部分先 先完整 畫面先還給各位